9月1号大户男团4万一手组合带着新专辑 Wiz Unfair在今举行庆功会 12位成员难得齐聚 令粉丝们激动不已 帅气别人的4万手还话不多说就开唱 一连带来又上来一集 Another Day等多首新歌 绝对的试听享受呀 有颜值有参与的伯爷们 在台上的互动也是相当暖心 一言一行都展露出十足默契 感觉不是亲兄弟 顺似亲兄弟呢 工作不管是在 不管是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在私下有很多练习的时间 练舞啊练歌啊什么的 我们都聚在一起 特别是那个演唱会的期间 更加的常常见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 一次见到对方的次数 还比家人多 所以我们的感情就是这样 慢慢体映出来 天天见面 天天见面 天天玩 天天玩 天天聊 天天聊 球员们海大方分享了 各自的感情经历 伟进就通路 曾一失恋在公车上大哭 哭到整车人都傻眼 只是重感情的好宝宝呀 今天那女生约好说 下个月的园优惠 她要来我的学校 她要一起在学校玩这样子 可是在园优惠之前 我就分手了 然后知道到了园优惠那天 其实我已经好了 我本来已经过去了 这段感情不过去了 可是当园优惠结束 我自己个人在公车上面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我跟她有这个约定 我好像跟她有约定说园优惠这天 我们本来要在校园 很浪漫的啊 逛街啊什么之类的拍照啊 结果已经没了 然后我就在公车上面 大哭崩溃 这样子